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平安 今天我们要来诵读的经文 是加拉泰书的第六章 我的主题是 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 加拉泰书是一卷强调 因性称义 而不是因手律法称义的 一卷书卷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六章 也就是最后一章 让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去学习 保罗如何教导提摩泰的 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要如何因性称义 成为新造的人 我会分六个段落来分享 首先第一 我们要看见的 就是第六章第一节 保罗强调一个新造的人 是用爱心挽回软弱的人 第一节说 弟兄们 如果有人陷在一些过犯里 你们属灵的人 要用温柔的心 使他回转过来 自己却要小心 自己却要小心 免得也被引诱 这里的挽回 是有一致的意识 特别是指 骨碎过后呢 包扎 我们对那些软弱跌倒的弟兄 也应当如此 用爱心 很温柔的 把他挽回过来 有时候 有人会对我们基督徒 或者是教会的领袖 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或者是疑惑 有人会说 牧师或者是教会的领袖 对外面还没有信主的人 那个忍耐度 宽容度是比较大的 不管他犯了什么罪 或者是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们都能够去接纳 我们都能够去爱他 甚至于我们都能够去饶恕他 但是当教会里面的基督徒 或者是教会里面的一些领袖 他们偶尔跌倒了 他们陷在过犯里头的时候 我们这一些称为属灵的人 我们并不是用温柔的心 把他们挽回过来 而是就在那里指指点点 或者是就批评他们说 怎么做领袖的 也会做错这样的事情呢 怎么是信耶稣的人 他也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那个包容度 宽容度 接纳度 就开始呢 就好像是比较难去接受 对还没有信主的人 可以接纳 但对基督徒犯错跌倒的人 我们就非常 或者说是比较难去接纳他们 今天我们肯求神帮助我们 要做一个新造的人 在基督里新造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有一个扩大的心胸 去接纳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家里的人 当他们偶尔跌倒犯错的时候 我们理当遵照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原则 去温柔的心 把他们挽回来 我们可以私下跟他们 见他们 跟他们交谈 告诉他们 他们在哪一方面做得不够好 或者是他们做错了 如果你一个人去 他不听 你可以带着两三个人 一同见证 一同去劝勉他 留意 不是去定他的罪 而是用爱心 温柔的想法他劝回来 如果还是不听 那我们就要交给教会 比较高层的领导者 去处理这些事件 而我们在整个过程里头 我们还是要存着一颗 爱心 盼望 这些软弱的人 跌倒的人 他们可以被挽回过来 这就是我们应当有的 一个心态 一个心造的人 是需要有这种的扩大的心 挽回软弱的人 即便我们用了一切的方法 他们还是选择离开了教会 不回来了 那我们也求主 给我们有一个更宽大的心胸 去接纳这些人 我们不能认同他所做的那一件事 但我们可以接纳他那一个人 继续用爱去挽回他们吧 跟他们保持联络吧 在他们需要的时候 依然用电话或者是亲身的去 到他们的旁边 给他们援助 给他们鼓励 给他们安慰 让他们知道 我们还是能够接纳他 并且是期盼他有一天 也能够回到我们的当中来 这是我们新造的人 应当有的 第一个要学习的那种的心态 那种的心胸 用爱心挽回软弱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第二 一个新造的人 是能够彼此担负重担的人 第二节 这里说你们个人的重担 要彼此担当 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 第五节说 因为个人的担子 是要自己担当的 其实这两节经文 是没有自相矛盾的 重担和担子 在原文里面是不同的字 担子就好像我们所背的那个背包一样 它的重量并不是那么重的 是我们背得起的 是很清醒可以背得起的 但是重担却是焦沉重的 比较沉重的 所以重担要彼此的担当 还要加上我们给予的安慰 并且告诉他说 我陪你一起 我帮你一起做 不要看见人家担负重担的时候 我们就当着没有看见 或者是拒绝他 保罗教导我们 个人的重担 要彼此的担当 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 同时也提醒我们 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担子 是你需要自己去负上那个责任的 基督的律法 与犹太教的律法是很不一样 基督的律法 是与爱为出发点 是爱的律法 而犹太教的律法 是条文主义的律法 守律法的人 都是自以为是 都是自我成全 但是基督的律法 却是成全别人 帮助别人 成就别人 而不是单单成全自己 因此弟兄姐妹 让我们学习 个人的重担子 要自己来担 但是个人的重担 却是要互相的担当 第三 我们看第三到第四节 这里告诉我们 一个新造的人 是能够诚实 自我检验的人 第三第四节 如果有人 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 却自以为是了不起的 就是欺骗自己 个人应当审查自己所做的 这样他引以为荣的 就只在自己 而不在别人了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不可以自欺 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没有的 还以为自己有 这就是自欺 我们应当存在一颗 谦卑的心 真实的 诚实的 审查自己 查验自己 我们就能够看到 其实自己 算不得什么 要夸吗 就是夸自己的不能 因为神的恩典 在人的软弱上 是选得更完全的 还记得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有一个少年人 来问耶稣说 怎么样才能够承受 永生的那个故事吗 这个少年的官 他自以为自己 从小就谨守 借命 他对主说 这一些我从小就守了 但耶稣却叫他 变卖所有的去 分给穷人 把爱 坐在别人的身上 不是自己守 而是把爱 基督的爱 坐在别人的身上 去周济穷人 去帮助穷人 就能够承受永生 结果 这少年的官 就悠悠愁愁地离开了 所以保罗这里 告诉加拉太教会的人 不要自欺 不要以为自己 有什么了不起 不要以为自己 已经做好自己的本分 已经守了 所有的律法 保罗说 最重要的是 你要审查自己 看看自己 其实我们算不得什么 我们所做的 我们所行的 都要荣耀 耶稣基督 因为是他 在我们里面 帮助我们 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一些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新造的人 不要自欺 而是要用诚实的心 自我反省 审查自己 就像诗人的祷告一样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 走永生的道路 第四 是不善致 诗会于人的人 第六章的 第六节到第七节 第九节到第十节 我们行善 不要觉得厌法 如果不松懈 到了适当的时候 就有收成 所以我们一有机会 就应当对众人行善 对信徒更要这样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 人中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神一直看着我们 看看我们 有没有按照圣灵的感动 私语有需要的人 包括了周济穷人 也包括了 供应 私教于 我们的人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要纪念 在我们成长过程中 在教会里头 那些帮助过我们 教导过我们 牧养过我们的人 好好的善待他们 供应他们 一切的需要 并且学习去周济穷人 那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蒙上帝喜悦的人 你的生命是充满着爱心 并且是讨上帝喜悦的 第九节 保罗改用行善 这一个字 就指 思慧与人 不要善之 如果不松懈 到了适当的时候 就有收成 所谓的收成 不是历史的 不是马上的 而是要经过 一些的时间的 因此 我们一有机会 就应当 对众人 行善 对主内的弟兄姐妹 我们更需要这样 我还记得有一年 圣诞节的时候 我的教会就推动了一个 让爱行动的 一个运动 教会鼓励我们 不单只是 在圣诞节 去爱我们认识的人 我们的家人 送礼物给他们 也让我们学习 对一些陌生人 我们同样 也要把爱 分享出去 我还记得那时 教会总动员 就出去 把一份 或者是 把多份的 圣诞礼物 就送给 不同的人 那我自己本身 也回应了 这个教会的活动 我就把 就订了一些的 蛋糕 就准备好了 一些的蛋糕 就在我家 附近的一个咖啡店 是我常常去 吃早餐的咖啡店 然后就把这个蛋糕 一个一个的送给 每一个小贩 他们真的是 充满着喜乐 也非常的感动 因为在这圣诞节的时候 有人送礼物给他们 虽然那个礼物算不得什么 但是那个举动 那个行动 就得到了众人的好评 他们看见了心中充满着喜悦 我们真的应当多做这一些的善事 好事 就杀种在他们的生命里头 将来有一天 我们肯定会有所收成的 阿们 哈利路亚 好 第五了 我们看到的是 要顺从圣灵杀种的人 一个新造的人 是顺从圣灵杀种的人 第八节说 顺做自己的肉体杀种的 必定从肉体收取败坏 顺做圣灵杀种的 必定从圣灵收取永生 我们所做的任何事 若是顺做圣灵杀种 也就是根据肉体 依靠肉体 体贴自己 满足自己 但我们如果学会 顺做圣灵杀种 就是出于圣灵 根据圣灵 依靠圣灵 体贴神 满足神 而戒具 就是得着基督 弟兄姐妹 神的话语 是非常非常宝贵 提醒我们 不要顺做肉体杀种 而是要顺做圣灵杀种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 是想自己跌倒的 就是在自己不经意 不自觉当中 我们就掉入了 撒旦的圈套里面 因为如果当我们开始 顺从肉体 而没有去对付他的时候 我们就不知不觉地陷入了 撒旦的圈套里头 而不能自拔 因此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要试破 我们要看透 魔鬼撒旦的计谋和轨迹 我们需要明白 在基督里头 我们要学习更多更多的顺服圣灵 对付我们的肉体 顺服圣灵 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常被神的灵摸着 得着 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阿们 最后一个了 第六个重点 四十一节到十八节 蛮长的一段的经文 这里所要带出的是 一个新造的人 是能够活出表里意志的人 一个新造的人 是能够活出表里意志的人 不徒有外表 而是内里真实 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的经文 请看 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 是多么的大 那些外表上体面的人 他们勉强你们受个礼 不过是怕 为了基督的十字架 受避害 那些受个礼的人 自己也不遵守律法 反而 要你们受个礼 为的是要借着你们的肉身夸口 至于我 我绝不与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借着这十字架 在我来说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 就世界来说 我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 受个礼或不受个礼 都算不得什么 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 所有照着准着而行的人 愿平安 怜悯 领导他们 就是领导神的以色列 从今以后 谁也不要 搅扰我 因为我身上带着基督的烙痕 弟兄们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与你们同在 阿们 对加拿大基督徒来说 对那些守律法主义的人来说 个礼真的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 因为这就是开始活在摩西律法之下的正式标记 守个礼就代表他们就是分别为是就是犹太人 尽管对律法主义者来说很重要 守个礼很重要 但对保罗来说 这算不得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说就算你们受了个礼 却不是新造的人 你们还是不是属耶稣的 几乎你们没有受个礼 但却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 你们就是属乎耶稣的 对保罗来说 外表的个礼不是真个礼 外表的体面也不是真体面 真正的体面是什么呢 对保罗说 我什么都没有可夸 要夸就夸基督的十字架 因为唯有主的十字架 能够使我成为新造的人 守个礼不守个礼不是最重要 做新造的人 拥有基督的生命 被改造 被塑造 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那才是真正重要的 我们并不能够靠自己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都是要靠上帝 是他在我们里面做成的 从根本上来说 基督教就是一件上帝 在我们里面成就的事 而不是我们为上帝而做的事 这也就是简单的定义 恩典与律法 两个系统之间的区别 我们是因性成义主的恩典 而不是因律法而成义的 今天我们从六方面来看 保罗给我们的教导 如何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一个新造的人 是能够用爱心挽回软弱的人 特别是信任耶稣 在教会里面 却偶然被罪恶所剩的人 要用主的爱 温柔地挽回他们 一个新造的人 是能够彼此担负重担的人 个人不要担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一个新造的人 是能够诚实自我检验的人 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守住了一切的律法 我们该在主的面前 时常也好好地反省自己 看一看我们所做的 是否都是考上帝喜悦的 一个新造的人 是不善自已施惠于人的人 不管要付多大的代价 不管我们做了许多 但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回应 我们还是不善自 依然施惠于人 有机会就要去施惠于人 有机会就要行善 对外面的人 对神家里的人 也是如此 一个新造的人 是能够顺从圣灵杀走 而不是随从自己的私欲 或者是体贴肉体行事 最后 一个新造的人 是能够活出表里一致的人 真个理 不是指限制于外表 而是我们的内心 有否分别为神 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求主今天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能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一个真实敬拜祂的人 一个能够用一生来荣耀祂的名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 祷告 爱我的天父 我们谢谢赞美你 祝我们感恩 在加拉太书里面 我们学到许多宝贵的真理 特别是 我们看到 也学到 原来在耶稣基督 你的里面 我们是被称为义 我们是得自由的 我们不是活在律法主义里头 而是活在主你的恩典里头 帮助我们 能够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 因为我们顺服你 因为我们爱你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全人 都摆在你的面前 求你用你自己的手 用你的旨意 塑造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更多的体贴圣灵 更少的体贴肉体和自己 帮助我们不擅自行善 帮助我们表理一致 帮助我们能够多用爱心 去挽回那些软弱的人 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的担负重担 愿上帮助我们的父亲 愿上帝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 谢谢你 谢谢你 奉主的名 祷告 阿们 愿上帝赐福大家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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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